開始了嗎? 好 然後我們這次主題是木質型態轉化 所以就是我們先去思考我們周邊有什麼 什麼東西不能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先從水開始下水 因為水大概在30點前的時候就交到 然後離我們現在一路 就是你平常 因為我們現在年輕就我們對於這個水 我們是比較有幾乎的水 快水 然後呢? 我們這個今天就是有一個很大一開始 我們試過了很多辦法 無論是換電腦 然後換硬體 改硬體 改什麼東西 我們城市不知為何 所有Sensor都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動畫來講過 很尷尬 對很尷尬 然後還有這個 首先我們這邊分了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種植物 就是說因為我們水 所以我們在利用上的時候 我們的植物跟水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我們偷到澆水去做植物 然後我們這植物呢 我們就先用到了 土壤濕度模組 所以真正說 土壤裡面到底有多少水 那我們就有一個判斷就是說 如果它小於多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亮 我們就警示說 要澆水了 然後就是 肉質一個人就會走 然後讓它再澆水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光明 因為我們知道植物 它需要形容和水小的關係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植物是以藍 需要藍燈的植物為界 那我們就是用燈 就是當 可能大於800 因為很亮 大於800 對我們也很亮 所以就是全都很亮 然後可能大於580 然後大於280 然後大於280 還是280 好 這邊 這邊 可以實際上就是 然後當時 現在就是 我們這邊按下這個 我們沒有畫出來 就是 就會亮 然後再來我們 然後再來我們下一個 是一個 這個降雨的實驗 就是 我們知道水旋 水會先蒸發到雨 然後再下雨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降雨實驗 然後我們用透過DHDC 先測出溫度暗室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曾經 在練習時候 有做過 一個就是可以 公司就是 要算出一個露點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 溫度減掉露點溫 然後如果它這個數值 小於10以內的話 基本上就是大概的機率會下雨 會下雨 會下雨 所以我就會亮紅的 它在那裡的時候 它就是溫度高度 溫度多的時候 它就會下雨 下雨 然後我們通常就是 因為有些人 也許它會透過溫度 或濕度就穿雨 所以我們也有讓它LCE 濕溫濕度 就是可以方便 你在家裡的時候 你會知道 明天出門 又要帶傘 然後又要穿雨 好 再來我們第三個 第三個呢 我們這個型 它就是有時候 它那個光燈會亮起來 就是如果會下雨 然後再 我們剛才提到 水會升上就下雨 所以我們有一個水蒸發的時候 那這個蒸發 同樣也會用到DHT 為什麼呢 因為 蒸發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知道 它需要一定的溫度 那它如果做實驗情況下 我們總不可能一整天 全部盯著它看 所以我們就說 當它測到溫度 可能大約二十幾度 或三十幾度的時候 就要差不多準備過耳看 那它就會有舉證 就寫著說 啊 溫度高了 然後突然是不是 這時候它就開始整理 太好了 然後突然小乳管 就說 這時候發現 它好像水真的蒸散掉 我就提醒人 就不明顯就會響起 它就開始逼逼 這樣子 好 下一個是 我們最近台灣不是缺水 所以我們就打算做一個 就是洗手台 可以不要那麼浪費水 這樣子 就是先 透過穿衣波 先測到距離之後 發現有東西確實過完之後 才開始砸水 避免浪費水 然後這全部我們還有設計一個 就是 安全種子 避免說可能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按鈕 如果 因為我們就是 這時候 可能有時候 按鈕 就可以把它停掉 好 所以最後的話是 沒有成功 其實想法是 都很完整 但是沒有做出來 就對了 是完全沒有功能嗎 還是部分功能 我們 有沒有部分功能 沒有 也沒有 對我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你們連線 就是 少了delay幾秒 然後我們每個都delay 我們都delay 然後偵測都delay 然後偵測都delay三秒 所以你們總共完成了幾個裝置 大家看你講的好多 我們其實都有 都寫了 四個 四個 其實洗手裝置 其實洗手裝置是另外 它是那個 它是 它是 利用CD線燒路 然後 就直接燒路在裡面 然後我們想說可以搭配 萬一那個才會是全球 對啊 你們這裡連看破的下面沒有幾個啊 哦 沒有幾個 所以這邊要搭配 對啊 所以搭配完全沒作用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就是這邊 這一塊就是先 側光明 這個判斷 然後因為這邊光明 它就是很類似 所以就還是 就用這個 這個東西習慣了 然後 然後這邊就是 這個就是判斷 會不會下 然後我們這邊大概分成 因為我們不想要讓每一個 每一個那個 偵測跟訊息都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會讓版面比較整齊 所以我們分了三隻貓 第一隻貓 是城市貓 就是它主要的 然後第二隻貓 就是點價的時候 它是就是 專門在偵測 一些那個 原件 第三隻就是 因為我們前面就是 不想要讓版面全部 一大條繩子那麼長 對 所以我們就是分成廣播訊息 然後這邊 就專門收訊息 然後 然後 那是那一隻貓 這大概是 那有問題 沒有 我覺得很棒 只是 建議你們將來不要做那麼多 太多了 你們很辛苦 不容易 你做那麼多 結果 沒有 沒有把真正做出來 不如你們 只有自己 做一個 會動的 這樣可能會 會更棒 最好是覺得你們的想法是不錯的 整個版本的題目的部分的話 那個發揮的方向是很正確的 沒有什麼 那剛剛就是有一個小巴格 但是一個小巴格 那個大關鍵就 不能就沒出來 對啊 對啊 在家平時應該有做過 這樣的一個系列 有都有 那今天怎麼會這樣做小巴格 不是 因為我們自己家就是 我們連三開板子 我們那時候沒放等三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跑得動 然後今天是 就是他硬頂要不要放 我們也外接電影 我們也單電影 然後我們板子 也都換過 然後電影 這些 然後再問個 你兩個的合作模式 大概是什麼 什麼分工 其實就是因為 他比較不會自我報告 所以報告 所以他報告就是 他先後 他先後大概 先開始寫什麼 寫一兩個 有什麼 直上作業的東西嗎 我這邊有 剛開始寫的時候 都是想說水蒸發 就是單一個 吸手降雨跟水蒸發 但是一開始想的時候 然後後來還是有 稍微改良 所以改良是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些標本 後來改良 好 我想要針對運算思維的方式 來問你 遇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第一個 是怎麼做 你的概念的 譬如說別人會用新制 你有什麼去 還是不只是說 你的製作的過程 指紋的過程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用這個 就是 我們會知道 他這個 input就是 出入 所以你就是用個表格 去把他 排列出 排列出 你的未來規劃 來撐出規劃的部分 就是 出入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 謝謝